北京时间11月25日凌晨4时 在欧冠小组赛第五轮中 曼城坐镇主场迎战巴黎圣日尔曼 两队在首战中 大巴黎主场2比0战胜了曼城 也是首次在欧战中取胜这个对手 此前两队的五战中 曼城三胜两平 目前在本小组 曼城以一分优势排名第一 巴黎居第二 布鲁日排第三 莱比西红牛一场未胜已提前出局 而曼城在此前主场的15场欧战中 还从未输过球 上半场开始了 主场作战的曼城一上来 就发起积极主动的前压进攻 不断给大巴黎的门前造成多次危机 第五分钟时 曼城进区内于近在咫尺处投球攻门 但被眼前的金鹏贝同样用头解围而出 大巴黎算是逃过一劫 曼城通过左右两边不停的大范围转移 令大巴黎左至右处空荡进线 门前显得风声鹤唳 两队虽都打得很快 但大巴黎过于整体后撤的防守阵型 使得主打进攻的曼城 连续制造出打门机会 大巴黎则只能利用快速反击 以及前场三大巨星梅西 内马尔宇 姆巴佩的个人能力 给曼城制造出一些压力 第16分钟 梅西在中场附近长传至右侧 瞬间撕开了曼城的防线 内马尔将球传对姆巴佩 后者获得直接面对门将的单刀机会 但边才一举棋 失忆跃位了 紧过去一分钟 曼城反攻至门前 马赫雷斯内切后起左脚都射 皮球绕过纳瓦斯的扑就 这显然是一个直奔死角的打门 但仍被纳瓦斯身前的阿什拉夫 用头球后蹭 惊险地解围出来 但大巴黎的局面 已是显得很窘迫了 此时 连梅西都不得不回撤很深 一边加强防守 一边在中路拿球 再分到两边空档处 给了内马尔 姆巴佩一些前压进攻的机会 第28分钟时 曼城从右路将球传至进区内 金琴科门前抬腿扫射 仍被快速反应的 马尔基尼奥斯挡出 此后 金多安在门前 更是将球打在了门柱上 曼城于门前的射门机会 虽多次出现 射门次数上远高于大巴黎 但其无风阵中的射门球员 却在临门一角上 显得略逊了一些 当然 这也与大巴黎全队的竭力防守有关 像梅西 姆巴佩都不得回到自己进区参与防守了 大巴黎被逼压得如此难看 也是极为罕见了 第43分钟时 大巴黎终于获得一个快速反击机会 内马尔于中圈处分球给左路 姆巴佩快速带球中打门 可惜打高了 大巴黎丧失了一次极佳的机会 最终 曼城虽替得令大巴黎极为汉颜 但双方仍以0比0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下半时开始了 曼城仍继续进攻施压 但大巴黎一个快速反击中 梅西将球拉至近区左侧 一记上帝视角般的横传 提球穿透了曼城多名球员 左则的姆巴佩得球后 一脚近射入网 局面如此不堪的大巴黎 得益于巨星的个人能力 反而率先进球了 1比0 领先后的大巴黎 阵型开始稍微前压 梅西则拖在最前端给曼城以压力 第58分钟时 大巴黎在反击中 前场三叉戟相互配合 但梅西在中路带球中射门被挡出 第62分钟 曼城在九弓之下 终于有所斩获 罗德里挑传到进区右侧 沃克插上后 在电传到门前 斯特林在左侧接球后 小角度将球捅入死角 1比1 此后 波切诺蒂也开始调兵遣将 用迪玛利亚 埃比姆贝换下盖叶和门德斯 显然波叔并不想求和或输球 第73分钟 内马尔禁区中路得球 左闪右晃 得到临门起脚的机会 可惜打偏了 大难不死的曼城 必有后福 第76分钟 曼城再次从右路将球传向禁区 又是一脚垫传后 下半场替补上阵的热苏斯 如同斯特林几乎同样的 方式再次破门 2比1 最终曼城以场面上的明显优势 并以2比1的结果复仇大巴黎成功 两队也分居小组 第一和第二 都提前欧冠出现了 原创评论 余说还羞 好的 大家好